詞曲 李宗盛 您知道珊瑚有多麼重要嗎? 多重要! 魚媽媽生小孩需要漂亮的珊瑚 珊瑚要住在方方好的溫度才能生存 珊瑚會幫小魚提供海浪 珊瑚會提供小魚食物 珊瑚寶寶在大海發生了什麼事? 太熱!溫度超過13-28度 可能會白化不掉 也有可能會被人類彩化 請跟我們一起拯救珊瑚請鮮明 有鮮明的人可以獲得我們懸叫做貝殼 不要先太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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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先上幾個喔 好 我們今天一樣去水口 然後我自己猜 因為昨天開始生啊 所以今天應該是最後一天了 因為通常是兩天會集中在兩天內 就是大量會擦完 然後昨天其實真的量滿多的 你們比較早下 我們後來比較晚下 我們今天都是全真 就一直游軟 然後水塵都是滷完 然後還有好幾顆就是 我找不到到底是哪一顆在生 就是趴趴冒出來 不是我找不到 對 所以應該是今天還會有機會 因為通常會兩天內 然後最大量之後就真的會非常少 就是你可能只會遇到一顆或兩個這樣子 有時候可能還會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因為前去應該生完的 昨天前去水溫很溫暖 昨天前去水溫很溫暖 所以待會下去一樣 就是下前的時候前去溫溫 然後再溫暖 再溫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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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的這個商務常人的期間 要是在農地的 我們說媽祖生日 就是媽祖的生日 那他的媽祖生日 其實就是農地的323 對 但是隨著我們每一年 這樣潛下來的時間點 他的殘暖的最大量 會落在農地的3月21 到23這三天內 肯定這邊的珊瑚殘暖 為什麼特別有名 比如說台灣其他的地方 也有珊瑚也會殘暖嘛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主要就是數量跟品種 對 那我們肯定比較特別就是 因為323媽祖生日 這幾天 會有很多的品種 同時一起生 然後就變成一個 非常特殊的景象 數量多 因為像昨天 我們昨天下去之前 看到的品種 至少有6到7種 是同時在產 而且是相當品種 一級生 對 我覺得這個 有可能其他 像龍洞 我知道像龍洞 東北角綠島 台灣的這個地區 一定有 因為珊瑚就是這幾天在參亂 這個 這個 這個季節在參亂 我覺得肯定主要是聚集 對 我們都說不曉得為什麼 肯定地區的珊瑚會聚集 尤其是出水口這個點 也有可能是地區 因為我們出水口是一個海灣 所以我們說珊瑚常染 他們不曉得他們怎麼摩通 就會約好說 我們今天晚上一起升吧 就不曉得他們為什麼約好 這樣子 對 那我也有聽說過 也許是環境地形的關係 那 珊瑚他們之間 可能會有靠一些 講得比較白話一點 可能像是 我們說的熱門 還是 對 他們可能會互相感染 那因為灣內的地形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聚集 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感覺好像就是有一種 大家約好手前的時候就說 欸 好像就是今天晚上吧 我們就升這樣子 對 我覺得可能地形會有影響 有人感到說 很大的訊號 對 有可能他就是這一訊 就說 欸好像是才沒有壓力 我要升了 你要不要一起升 像我們有找過 綠島跟 小琉球的珊瑚常染 然後就沒有那麼密集 就你海上要一顆一顆去找 然後也是有可能 你那一錢找不到這樣 但是 這邊是 就是 基本上時間到了 就一定有 然後會很多 會很多 對 就會很受懷疑 那就是近年來這個遊客 來這邊觀察的珊瑚 現在的這個趨勢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幾年人數有暴增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 如果是遇到連續加期 對 今年主要是連續加期 對 然後人數就會非常多 然後如果有遇到週末的話 人數也會非常多 但是之前 因為前幾年有好幾次都是在平日 平日的數量大概會是 有點像我們昨天 二三十個人是跑不掉 那週末肯定是上百人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一開始追山古財丸的人 真的沒有那麼多耶 也許是社群媒體的影響 或者是 新聞傳播 大家可能有 開始在討論 尤其去年白話的現象這麼嚴重 嗯 我們自己有在做那個 商戶將提前的活動 對 所以去年 我們做的是 後備股的點 然後 我以前 那個小鎮教練他們是做 河建那邊的點 這兩個點 下來的數據 就是白話之後的影響 是他無幾活動 是四秒三成左右 尤其是五密內嗎 對 五密內最嚴重 對 因為它虔誠的海溫 太熱了 對 但少了三成真的很可怕 如果那三成現在都還在 會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有分 某一些種類比較耐熱 對 像是走空 他就比較怕熱 對 他死的比例就特別高 嗯 肯定這邊啊 他潛水旅遊 結合比如說季節的主題 可以欣賞到什麼樣不同的景色 如果以肯定地區來看的話 樂帶於基本上一點時間都有 但是如果一針對季節性的話 就是現在這個季節當然是 珊瑚殘暖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說以風向的話 如果是從九月到更年的 五月這一段期間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沉穿的點 夏天主要就是後壁虎 後壁虎這邊就是風向的關係 其實他這邊浮淺非常漂亮 而且他很浮淺 就可以看到一米長的大牛 就是牛崗燒 對 所以其實夏天後壁虎這邊 其實是非常適合遊客來玩水 浮淺啊 或者是這幾年很流行 SUP 呃如果沒有潛水經驗的話 珊瑚殘暖就比較不建議 畢竟珊瑚是晚上很殘暖 所以晚上他還是有一些危險性 對但是體驗潛水的話 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去 因為肯定夏天的體驗潛水 你就可以看到很大的魚 然後你會看到 離寒生館很漂亮的珊瑚礁 對而且會離妳非常近這樣子 嗯 看香烏淺的前客有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最主要 因為其實每年這個季節 就是晚上人都會很多 然後我相信很多人沒看過 所以大家就會想要就是想要來看 然後看到的時候會很興奮 有時候都會 嗯 嗯 就太開心了 然後就開始拍 然後就反而去 沒有注意到周遭環境的一些維護 因為畢竟是晚上 所以晚上黑 然後晚上黑暗會跑出來 嗯 所以通常其實我在 跟我的學生聊的時候 我也是會提醒他們說 欸你們如果看到東西要拍 如果已經有人在這邊拍了 他們燈都很亮 我們就用別人的燈光去拍 除非燈太暗不夠更暗 然後你要拍之前 四周的環境先緩過 嗯 因為有時候你旁邊覺得 一個海膽 太興奮的衝過去 然後就直接降落在那個上面 就會 受傷 就會很危險 對 所以我也會提他們說 欸要拍之前四周的環境看過了 嗯 然後我先找好你自己想要停在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我會去 踢到人 或我會去踢到珊瑚 然後你覺得整體房安全的 你再去拍 只要是珊瑚太放軟的時候 這些傷心水會就會 一泳的上 然後它其實尺寸也很小 所以看到也是 大概一兩棟 一個小小的 但是會狙擊 會引渡 很多重過來 所以其實如果想要保護好自己的話 我都還是會建議大家就是 手套 然後頭套 就是把臉這邊整個包起來 弄出 就是弄出 對 但是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會有一些皮膚 會撿到水嘛 就是還是要承擔這個風險啊 如果真的不小心 因為它那個香情水母 它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如果體質本身是比較偏過敏反應的人 它的反應會比較大 就是可能會汽水泡 然後會很瘋癢 會痛 那我們被打習慣的人 就是上來後就擦一擦水母藥 或者是熱服 就會比較舒服 然後有些反應比較大 就還是建議直接去看醫生 因為醫生 多謝 唉